字幕提供 说清楚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台湾有厂商牵手在其中 目前在黎巴嫩真主党这一边的呼叫器爆炸案 所造成的死伤已经有37死3000伤了 所以他们的头目承认所遭受到的是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 而且如果说你有在看一些外电的画面 或者是在一些社群看到他们的新闻的话 你会发现真的在医院里面很惨哀哄遍野 那里面的医师呢告诉大家说伤者几乎都会终身缺陷 原因就是因为那个呼叫器在爆炸的时候呢 很多人其实是因为他想了走过去拿起来 你要看讯息那你会近距离的拿起来眼睛看讯息 所以呢眼睛是很大的一次受伤点 甚至反叹一个晚上所摘除了眼睛 比整个过去的直牙都要来得多 而且受伤的都是年轻男性 他说他真的没看过那样的场面 好这样的一个状况你就知道了 对于真主党来说当然是重重的一击 沉重的一击过后铁定会有所动作 所以以色列这边呢已经开始紧急调兵了 让五角大侠也幽精冲冲 因为呢他们在边境开始调了大概1万到2万名的士兵 这些呢是从8月底加萨南部这边撤出的 全面往北转到黎巴嫩的南部 而黎巴嫩的南部现在呢 他们也开始全力在备战 以军先动作 他们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内摧毁了黎巴嫩南部 大概有100组1000个炮口的多管火箭发射器 同时呢他们的空军还夜袭了黎巴嫩的南部 说击中了他们的7座设施 大家就担心这一波已经从加萨走廊往北打 会不会变成在整个区域上面更扩大的全面性战争 那这起事件呢因为就确实嘛 他三四千个呼叫器发出去 所伤及的不是只有真主党而已 他还包括了很多的平民百姓 大家都认为这个算不算是所谓的恐怖主义行为 伊朗总统就直接讲了 他的断定是这就叫做恐怖主义 所以他们谴责这个罪行 同时呢伊朗的革命卫队司令也表示 伊朗以色列将会面对来自阵线的强烈回应 而黎巴嫩的这个连环暴 所造成在地区上面的后续发展就包括了 航班现在已经开始禁止大家带呼叫器 还有这次不是只有呼叫器而已 还有对讲机能够上飞机 因为担心会有任何的意外 土耳其现在也很紧张不敢大意 开始检查他们自己里面的一些通讯设备 因为可能叫的货在这边流通的都会差不多 好 大家都是非常的严正以待 而以色列的安全局现在也说了 不是啊 不是只有好像说是 他们受到一些的暗杀 我们这边也传出有抓到一名公民 是要暗杀纳塔尼亚胡的 这一些说都已经及时的被逮捕住了 看起来一触即发 即将会有新的战火 所以在联合国这边的耿爽 中国的代表他就直接讲了 中方他所敦促的是以色列停止 脱入另一场浩劫的冒险行径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这会让中东现在已经不平静的状态更加动荡 而美方现在则直接讲了 不是吗 我可以叫以色列不要动 但是你离巴嫩真阻挡 你只要能够停止袭击以色列的话 我就会叫他保持冷静 但是我们就是要问 美国老大哥你讲话真的算数吗 布林肯都去几次了 现在十访中东 加萨战火有停下来吗 依旧很难嘛 你现在也终于自己承认 就是没有办法争取到一个战果嘛 就是一个僵局嘛 那甚至我们就退一万步讲 再给你两个月 你做得到吗 十一月你做得到吗 大家不是认为十一月而已 是到明年一月拜登卸任之前 可能以哈停火都会无望 瞧了这么久 都没有办法来做解决 那这个新的战火一眼看又要开始 想要请教一下亮哥怎么样来看 原因是因为现在真主讲同目 承认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 那后续的反击肯定更大 不过这件事情是 纳塔尔尼雅胡在内部的会议 说以色列北方的 本来撤走的居民要回去 那他要确保 他们能够有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 那简单讲就是要保证 黎巴嫩真主党不敢再打这里 然后事件就发生 所以当然黎巴嫩真主党会把它解读为 你就是要制造一种恐怖的情绪 比如说这个短期内 他的等于是指管通勤 所有的联络方式都被切断 那也没有人敢 随便使用通讯装置 手机我看也没有人敢打 而且手机也会泄密 所以他要拿到一个新的 完全可靠安全的联络装置之前 所以等于是黎巴嫩真主党的 集体动员变得相对困难 所以很多人就会把它理解为 以色列搞不好就要趁这个时间 做攻击 趁盛追击 趁盛追击 对 因为 这个也不是阿拉伯世界的观点 这个是美国跟英国 他们担心的事情 就说发生这个事 以色列不可能这样就结束了 你这样有什么意义 当然就是趁他陷入一片慌乱 然后联络方式都断掉的情况下 进行总攻 希望能够把真主党再往前 把它打得更远 那就帮以色列要回到北方的 那些居民弄出一个缓冲区 我觉得这个是合理的一个军事的判断 所以美国现在就非常担心 以色列要打过去 所以你刚刚引述的 那个事实上是美国在讲反话 美国真正担心的 是怕以色列打进去了 因为现在尼巴仁没有能力打 我说实在话 就是拉塔尼亚乎怎么算 实际上我认为拉塔尼亚乎这个人 他的算计就是第一个就个人利益来讲 他不要下台 所以加沙战争打完之后 战争不能结束 所以还要有其他的战争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我坦白说 站在以色列极右翼的观点 他们本来就认为哈马斯跟 尼巴仁 珍珠党要同时消灭 所以本来就有这种思维 所以我觉得这一局 恐怕很不幸是 极右翼主导了整个局面 就是很可能就是要继续杀 那就是既然已经得手了 就去往前打 因为我也看到另外一个报道 就是说 那个BBCO炸了之后 为什么后来日本的对讲机 也跟着炸 因为他们就认为干脆 一捕捉而不休就全炸了 所以事实上也不止这样 我还看到零星的报道 说只要有通讯装置了 很多东西都爆炸 不是只有这两样 只是说这两样比较大样 日本那个是完全被贴牌 因为他十年前就停产了 所以台湾真的是比较麻烦 我真的认为 赖总统应该要开国安会议 因为这个事情影响会蛮久的 你一定要做很大的动作 做澄清 甚至于协助黎巴嫩 做善后处理 表达你的欠久 因为再怎么样你都有责任 其实你授权合约 独岛不周也是责任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事情真的是不能小看 因为这个会在阿拉伯世界 整个漫开 伊朗跟阿拉伯世界都有英文媒体 都写得很难听 你不要以为是中国大陆在写 不是的 中国大陆那个也是翻译的 真正的都是伊朗跟阿拉伯世界 在写的 因为他们现在会害怕 那这个会不会变成是 美中的一个科技战 那个别站队之后 那形成断裂成两个圈 那结果台湾以后的产品 这个穆斯林世界要使用 尤其是阿拉伯跟伊朗 他们要使用 他就会 就会讲出一大堆对你不利的话 事实上已经有转单了 因为大陆那个海联达 通讯公司股票立刻涨停 所以我跟你讲已经发生了 就很多都转单到大陆去了 就是这样 所以重点就是 不是只是包括经济上面的问题 或是外貌上面的问题 重点是安全上面的问题 因为这件事情 目前在中东这边看起来 担心的就是 另一场更大的 全面性的一个战事 那请教一下赖老师 如果说照刚刚亮哥的观点 就是趁你病要 我一次给你赶远一点点 所以你看到了 以色列现在其实他是猛轰 有这个把多管火箭爆 全部打下来的 有这个空军直接 击中你的重要设施的 那有没有可能会再有下一波 现在中方要求大家 不要再做下去了 那美国老大哥看起来 好像也是说 不要 大家都不要打 可问题是 这个看起来就是已经 近在眼前的问题 首先以色列消灭不了珍珠党 就好像以色列消灭不了 哈马斯一样 哈马斯现在的作战力 还是存在 虽然他有被削弱 但是作战力还是存在 珍珠党的力量更加强大 人数更多 而且他有黎巴伦的一个支撑 也就是说 虽然黎巴伦的政府 跟珍珠党本身是分裂的 但是黎巴伦的人 他们的很多的年轻人 他们是会加入珍珠党 所以他的人口的数量 事实上是会继续增加的 更何况他的武器弹要 跟经费的来源 可以从伊朗 或者是从伊拉克 叙利亚等来获得 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 以色列想借由这个机会 把这个黎巴伦的政治党 说要对他进行消灭 我觉得这个是妄想 做不到 而且也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在于 美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弱 美国在中东地区 能够产生的作用也越来越小 而且中东地区的国家 对于美国也愿意不理会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布林肯前后十次 超过十次以上跑去中东 可是他能够产生的作用 跟影响已经越来越少了 沙特已经表明态度了 也就是说 以色列对于巴勒斯坦的问题 不承认 他永远不会跟以色列建交 埃及也表达态度了 支持这个真主党 因为他们反对 以色列采用了这样的一个 国家恐怖主义的做法 联合国的秘书党也表达态度了 谴责以色列的这个行为 也就是说目前来讲 大部分的国家都表达态度 谴责以色列的这样一个 国家恐怖主义的行为的时候 只剩下美国 还有少数美国的盟国 而且真的是很少数 连欧洲的国家都闭嘴了 没有几个国家敢跳出来 支持以色列 所以这样的情形 使美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小 而且他一直在凸显一件事就是 中东地区的这些国家 他越来越觉得他无奈 也就是在以色列如此蛮横 如此这个没有底线的 这样的一个作战方式 然后美国还不分清后照白的 硬挺以色列 所以他们选择很无奈的 情形下的时候 他们会选择倒向第三方 那倒向第三方也可能他们选择 跟俄罗斯建立更紧密关系 更有可能他们会选择 跟中国大陆建立更紧密关系 这个我指的是 整个中东地区的所有的国家 不管是逊女派 还是十一派的所有的国家 他们会更选择向中国大陆靠拢 而且跟中国大陆建立更紧密关系 来获得他们所需要的 所有的战略武器 这个对于美国 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跟欧洲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那当然是不利的 但是对大陆来说 却是非常有利的一个时机 因为客观的环境 对大陆在这个地方 进行他的外交军事 经济安全的工作 会更加有利 可是问题就是 我们已经强调 这是一个国家恐怖主义的行为 我目前观察到台湾 调查局基于国家安全的理由 介入支持 我们的检察官 尤其是负责国家安全的检察官 也基于国家安全的理由 介入调查 这件事情我都支持 为什么 因为金阿波罗公司 必须要去查清楚说明白 因为如果没有确定清楚 金阿波罗公司的摄入的程度 到什么的话 台湾会面临两个严重的问题 第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 我们很有可能会成为 恐怖主义暴富的对象 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事 第二个可能性就是 中东地区的国家 或是其他的国家 对于台湾的通讯电子产品 三系列产品不再具有信任感 尤其是跟以色列跟美国 交恶的国家 对于台湾的这些产品 都不再有信任感 这个对我们的业子伤害有多大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 一定要查得垂涂涂涂 好 我们想提交严老师 原因就是因为 现在其实就连美国 他们自己对于这个情势 都是担心的 因为他知道 以色列线下看起来 没有要缩手 我觉得美国 如果完全不知情 我也很难相信 我觉得整个过程 我都怀疑背后有美国 但是刚刚先回应一下 赖老师讲的 欧洲国家不支持 就在这一个爆炸案发生之时 同时在纽约联合国投票 要求以色列停止 对巴勒斯坦的占领 就是143票对14票 14票里头 只有一个欧洲国家叫捷克 然后南美 现在阿根廷不晓得为什么 就是很清美 然后就是太平洋的岛国 加上我们以前的邦交国 非洲的马拉威这些很少 真的是没有这么多国家 站在以色列或站在美国这一边 我觉得这个是要去检讨 我一直认为 戴塔雅虎根本就杀红了眼 他现在不想停止 而且他从这个角度来讲 你今天去看加萨走廊 已经打了那么久了 快要一年了 一百多个人 怎么还没救出来 其实如果今天他要面对这个 他应该要去检讨吧 你已经地坦式的搜索 到最后的结果 居然没有进展 我觉得这些家属 一定是很有怨言的 这个时候忽然又变成 创造出一个新的战场 在尼巴嫩 在跟真主党的对抗 其实以色列这个行动 如果说我们说摩萨德过去 非常著名 这种特别的精准打击 过去他真的是精准打击 他只打击了一个头目 他觉得说只要抓到头 大概都可以 可是这一次不一样 这次受伤的波及了很多人 所以他这种有一点点 我不能说是完全 是无差别待遇 因为有很多人受伤 如果说他今天 他认为是说 反正今天拿到这个BB call的人 大概都是真主党的党员 真主党的人是恐怖分子 可是不一定 因为究竟炸了很多人 而且今天 如果我这个BB call在旁边 小孩子拿起来看一下 突然炸了 对不对 这个是有可能的 所以他这一次就等于是违反了过去 我们讲说他摩萨德还有一点点信誉的是说 他是精准打击 这次也精准 但是受害者就是collective damage很多 就是同时被伤害的很多 然后再加上确实我们在国际法里头讲说 刺杀已经是大家认为是违反国际法 但这一次他用这个对讲机也好 或者呼叫器 这种有点类似叫做诱杀装置 就打猎的时候这种是不对的 包括我们讲说现在战争里头你放那种 等下脚踩下去 就是等于是会被脚会被困住 这种都是违反的 所以今天以色列违反国际法的这个情况 非常严重 我很希望 不过我不相信我们的政府有这样的计量 你应该至少要招一下以色列的代表来谈一谈 到底怎么回事 然后我也认为今天金阿波罗 你怎么可能跟你才来往三年的公司 你说我就授权了 通常都不会吧 我想评管 我们去看那些名牌 苹果也好或什么 他都要经过多长的关系 他都不一定会授权 你自己评管也出了问题 然后你怎么会去授权 是不是有难 来自于哪一方的压力 让你要这么做 现在他只能证明说 他说我那个爆炸的装置不是在台湾的 可是这个本机可能还是在台湾做的 好 我们先进一家广告 广告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国际间还有哪些话题 长者是宝需要陪伴与照顾 一人一点力 爱就大无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